男儿志在四方 像今天的中国有几个人饿饭 我常常看到一些摆面摊 开汽车的 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供养家庭 教育子女 甚至在工作之余 也可以看看电影 逛逛公园 我个人觉得 这种生活比较扎实 比较开心 所以 所以我决心 为了自己活得更开心一点 我让出一切 姨丈 姨丈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说的 我听得太多了 你这样走 我不答应 腿长到我身上 你答不答应 去跟我律师谈吧 姨丈 你再想想看 不必想 一个三轮车夫 你让他去开飞机 迟早会逝世 我不再想往石层大洋楼 我还是回去住我的平房 那样 我可以睡得安宁一点 开飞机 姐姐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谁打来的电话 芝兰打电话说 义章去找艾莲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是因为误会 而阴作阳差地犯了许多错误 不晓得这错误 将会要错到什么时候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完结的阶段了 幻生 这几年来有你的帮助 我这么不晓得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现在 我也要走了 走 走到哪去啊 我不想再瞒你了 我接到了春霞的电报 他要我去 春霞他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你还记得 我每个礼拜天都到乡下去 为的就是去看他 他的生活 也是我负担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要生产了 你的意思 你要做爸爸了 虽然我不是生父 可是我愿意做养父 是一张的孩子 那不就等于是我的孩子 是一样的 我一直瞒着 是因为我不愿意破坏 一张的婚姻和家庭 他不知道 不就等于没有这回事 他也不会痛苦 我愿意挑起这个蛋 现在春霞要生产 他需要我 胜过你需要我 你不会不放我走吧 我 我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必多说话 我还不了解你 过去排的老好人 有事赶紧打个电报来 我会想你的 直男最可怜 大家都散了 这只有你 有空去看看他 我会的 我会的 你去吧 祝你幸福 一定幸福 再见 我会的 按摩 好 爸爸来了 回头爸爸 我叫他们煮了鸡汤 你每天要爱吃喝 没有我的允许 你可不准下床 你的身体太弱 一定要好好做月子 剩下的事情啊 我会做 你看 我买了本预音指南呢 在车上我都看了一遍了 喂牛奶 换尿布 我都会了 现在就咱们三口了 咱们要好好过下去 是 我站在家里 19 19 21 22 什么好消息 你超级一点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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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